所以如果上上个礼拜的东西你有忘记 怎么做的话呢 我想回顾 你就回去一定要实做 自动算出平均 然后合格不合格 还有就是说他在那个多重的结果 那后面这三个是系统自己去把它算出来的 那当然系统算出来 我们因为有做过就是制定函数 所以其实你直接可以呼叫制定函数 这两个 这个是合格不合格的这个成绩 好像有个成绩函数 那这个是成绩多重函数 就是可以算ABCD 那平均的话是等于是前三个成绩 把它这个平均 然后取得小数点的第一位 所以这里的话可以用Average函数 如果没有就相加除以3 然后再用Round函数 那当然之前讲过基本上就是 所以我需要怎么样 启动一个表单 这个我想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有个表单 那个表单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开发领域 Basic里面 那这边会有个表单叫Home 打开就长这样子 OK那当然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你需要把它启动起来 那启动起来之后呢 分别可以让使用者填入需要填的资料 填完之后呢 其实就要填三个另外三个自动产生 填四个另外三个自动产生 但是呢可能会需要 就是我的我的我是给他一个专有名叫防呆的防呆 防呆就是说防止使用者没有输入资料 或者是输入的资料不是数字 这三这三个不是数字 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三个输入的不是0到100之间 那你就要防止他输入不应该输入资料 那这边那我们来看 基本上最后做完就是启动一个表单 那当然这个表单 这个启动表单按钮 里面其实只是写一行程式就Home点秀 把这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那这个按钮背后就是一个sub sub名称就启动表单 那这来当然我需要怎么样 输入资料 那如果是正常情况是输入 假设我输入一个人的名字好了 然后呢他的成绩输入上去 我先输入正常的 Enter过之后的话呢 这边再按个确定 他会自动输入一笔 那前三个是系统输入 我们这边输入 后面三个是自动产生的 那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那比较特殊就是说 再来就是要顾虑到防呆的部分 那所谓防呆就是防止使用者 做了一些不正确的动作 其实就是至少你要先想好 哪一些可能不能允许他做 比如第一个 我这边大家想到有三个 但一定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第一个 他可能没有输入任何资料 你按确定 你要怎么样 要跳出什么 一个这个东西叫Message Box 然后呢 前面这边有一个叉叉 这个叉叉的话呢 其实就是跳出一个讯息 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 因为这个姓名没输了 所以就是我这边先提示一下 你姓名一定要输入 按个确定 他又跳回来 那游标会帮你放哪里呢 帮你放这里 那放这里的动作 前面有讲过 有一个set focus的方法 游标呢 比如说哪一个呢 这个test1.set focus 他游标就放这里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输入了 假设输入了 但是呢 假设这个输入的资料 不正确的话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 这个应该输入数字 但是他却输入那个文字的话 那你如果按确定 应该要把它检查出来 否则他一输入 之后你要花时间去检查 那其实输入界面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其实使用者呢 他就理论上会输入正确的资料 你就之后再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检查 到底他输入资料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房呆 有没有 请输入一个数字 那他会检查出来 而且并且把原来的资料清掉 然后呢 把游标放这里 告诉他说 请你在这里有没有输入正确的 那这里当然我来输入一个正确的 那可能他 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输入一个超过100分的数字 那当然也不行了 按确定 一样怎么样 请输入一个正确的数字 那你这个叙述可以自己再稍微 比较更多的 这个比如说请输入一个 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给他更多题 但是我这边按确定 一样 把它清掉 除非他输入是一个正确的数字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才会资料帮你输入进来 OK 那这个部分是上上礼拜我们讲到的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细节部分呢 你遗漏的话 回头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表单设计的相关的说明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放在 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逻辑函数里面 这个程式码嘛 其实你打开来之后呢 里面就会有需要的答案 那这边的话是有关表单 表单的设计 我是建议啊 回去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很多地方上面练习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会 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啦 全部都在这里 还包含程式码 还有改版 等等的相关说明 那今天的话呢 后面我们还有两题的练习题 那请各位就是 综合练习题里面呢 稍微了解一下 我记得我们上礼拜应该 上礼拜还没讲到 OK 所以后面的那两题练习题 请各位稍微 切过来稍微看一下 那这一题练习题的话呢 这这 这支要点跑掉了 没关系 好 那这里啊 这个练习题里面 第一个就是 这一个人的体重 他的标准体重 他45公斤 他的标准你应该57啦 所以他应该怎么 有点过瘦了 然后再来这一个 这个是负8 这个啊 他是80公斤 可是他标准体重应该73 所以理论上他是什么 过胖了 那这两个基本上 都不是标准体重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 逻辑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去主要是针对追栏的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他是在正负5%之内 表示是标准的 如果正负5%之外 表示是不标准 那这个逻辑要怎么下会比较好 当然这里有个提示啦 你可以用if 一定会有if逻辑判断 但是因为他有可能有两种逻辑 所以这边可以用偶尔 不过其实你用and其实也可以哦 那怎么说 那你可以用一个示意图啊 就是说 诶 正负5% 这个以上 这个是5% 这个以下 这个是负5% 那 如果说我今天哦 用偶尔的话 理论这个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以上 这个是不标准 以下不标准 中间是标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我是要判断是不标准的话 那我可以用 偶尔来判断 OK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那个逻辑吧 上面不标准 下面不标准 可是问题这个逻辑该怎么样 把它写出来 我们可能会用需要用到if 和 偶尔 OK 那 相反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的不是不标准 我要判断的是标准 那我可以怎么样 标准的部分是这个区间 它应该是 小于等于百分之五 而且是大于等于 复版入 这边会有个重叠的地方 那表示这个地方是标准的 如果我用and 来做的话 那逻辑又该如何想 其实 偶尔部分的话是一个所谓的连期 其中一个 and呢是所谓的交期 那两种方法在这一题 其实都做得出来结果 只是要怎么样把这个 这两个逻辑 再把它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最后结果就是在这个K栏里面 显示标准 和不标准的讯息 显示在这里 那当然做完 一样 就是在 esail里面可以做逻辑判断之外 在VBA里面其实也可以 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一题 先打开来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 谢谢 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